这个US News排名的Undergrad School 主要是和Computer和Engineering相关的这个Top Schools 那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Top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子工程的这个本科的排名 那第一的话是MIT 自然是很多学生的这个Dream School 第二的话是UC Berkeley 尤其是UC Berkeley的这个ECS 是CS方向的意义是可以说是UC Berkeley最难念的Major之一了 那接下来Caltech,Georgia Tech,Stanford, Carnegie Mellon 那Carnegan Mellon大家可能也知道说它是一个Top CS School 那所以它的E的话排名在稍微后面一点 但实际上也是很难进的 那后面UIC,Michigan,Ut Austin,Cornell and Purdue 那这边是E的学校 那CE,CE的话是Computer Engineering 电脑工程 那这边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说 学校还是基本上还是那些学校 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说他们的排名有先有后 有一些稍微的变动 D的话变成了CMU 我们的CMU 等一下也会给大家重点介绍到CMU这个学校 包括说它的一些admission的stats 那还有这个接下来就是MIT 还是老大哥呀 U.C.Berkeley Stanford Georgia Tech U.T.Austin U.I.U.C Michigan Cornell Purdue 其实大家会发现说在这些学校里面 公立学校还是挺多的 那最后的话是CS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Program 排第一的是MIT 然后下面的话是Carnegan Mullen Stanford U.C.Berkeley在这个CS Program上 稍微后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Program 等一下的话 我们也会介绍到Berkeley的这个EE和CS之间的这个区别 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从录取到这个今后这个课程上面 那Caltech Cornell Michigan Georgia Tech Prinston U.I.U.C.E.这三个Major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的带的学生里面 其实百分之七十八十的样子都是 都是对这个EECECES有兴趣的学生 有的是EE有的是CS 那有的话 有的学生他来的时候 他就比较明显的说 我喜欢Engineering 我喜欢Competer 那有的学生他可能是觉得说 好像区别并不是很大 那我要怎么去对这三个major有这个取舍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说 这三个major它其实区别在于 我们这个排的顺序 其实我是按照偏硬件到偏软件来排的 那Electrical Engineering 它是一个非常明显比较偏硬件的一个专业 那它研究的是Robotics 我们的很多学生现在在做一些Robotics 尤其是这个Building Part 那这个的话其实是比较偏EE的 那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Wireless Network 这个东西的设计是离不开这个EE的工作 那Computer Engineering的话 在EE的基础上 它会更多一些跟Computer跟Programming相关的东西 它其实还是会带到一些这个Hardware 但是在他学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本科生的这个过程中 他会带到更多的一些的这个跟Coding相关的课程 那他研究的其实是整个Computer System 那Computer Science又不太一样 那Computer Science大家甚至会发现说 有些Computer Science它根本就不在Engineering School 它都不在那个工程学院里面 它可能会是在这个文理学院 这个Leader Science 这个比如说Berkeley的这个Computer Science 对不对 大家可能都 而且他的这个Degree发的是这个EA的Degree 那Computer Science这个这个Major的话 它就完完全全就是这个 这个跟ComputerCoding这个软件的这个开发 那他对这个数学的要求非常高 但是相对EE来说的话 相对Computer Engineering来说 他对物理的要求会弱很多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在学生在 在决定说我到底要学哪一个方向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的内容 如果说一个学生 他觉得他对这个Physics非常感兴趣 他非常喜欢物理的话 包括说他的动手能力很强的话 这个E和C其实是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数学好的人 OK这三个Major对数学的要求都非常高 但是数学好的人家他其实不一定物理会好 但是物理好的人数学一定好 OK这个这个是我是深有机会 我本人比较喜欢数学和物理 那那Computer Science的学生呢 他可能对物理的话是比较基本的一些要求 就不像说EEC他们要学到很高阶的物理 那Computer Science的话 有些学生可能数学很好 但是他对物理真的是 我就学点基本的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有这样子的兴趣的话 你的Strength和Witness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可能可以考虑Computer Science OK那接下来的话 在Computer Science下呢 有不同的Concentration 这个其实也是我经常告诉学生的 你Computer Science其实是一个非常 它非常广 它有很多东西在这个CS里面 那你如果说有一个特定的方向的话 那在对你的高中阶段的规划 包括说在以后的这个你申请大学 甚至在大学里面 你想去做一些undergraduate research的时候 你有一个方向对学生来说是 其实是很大的加分享 这边的话会给大家介绍到 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方向 这不是全部 因为Computer Science可以和其他的学科 结合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 包括这个Economics 包括Biology 那这边的话是几个比较纯粹的 我们说这个Computer Science的方向 首先一个就是介绍到现在大幅的这个AI 人工智能 那人工智能它主要是研究的是这个电脑 怎么样可以和人一样有这个学习的这个能力 大概是笔下的一个concentration了 每天经常会收到这个银儿用品的广告 这个就联系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可能会听到经常听到说一些identity safe 对不对 这个你的信息被盗用 那我们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login进去一个地方 然后他可能会给你的手机发一个验证码 然后你再去通过这个验证码再去login 这个其实都是Cyber Security的这个范畴 在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的这个时代 这个Cyber Security尤其的重要 那继续 Programming和Software Engineering 这两个是比较traditional的这个concentration了 那Programming的话 它主要的就是一个最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最离不开的这个coding 这叫一些算法 那Software Engineering的话 其实有偏一点点这个 有类似一点点Cyber Engineering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它是整个这个system的一个一个设计 包括说它的testing也好 它的一些最后的一些一些运行也好 它这个都会在Software Engineering里面会学到 所以学生的话其实可以从 当然我们不指望说每个高中生都会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方向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其实可以稍稍留意一下 自己对哪方面具体的哪方面会有兴趣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还特别想提到一个game design 那game design这个东西 最近几年才慢慢的火起来 那很多孩子的话 很多孩子的话可能家长会觉得说 他真的是超喜欢玩game 但是我也遇到过几个学生 他们是真的对game design这个东西感兴趣 我有两个学生已经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他们的这个focus都是在game design上面 那现在的话 现在有一个学生 对我们也 他看起来也是对game design有点兴趣 那我觉得说学生 你如果有一点点 尤其是有一点点艺术细胞的学生 然后你又喜欢computer size 其实完全可以考虑 考虑game design这个方向 对不起 坐下来 扶下来